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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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措多艾 港度精彩的梁宇新牧師 給你掌聲 多謝輝浪部長老 鼎姐妹早晨 唱歌就不太好 但我一定會吐 天父很喜歡我跳舞 天父爸爸很喜歡我跳舞 我跟隔壁說 天父爸爸很喜歡你跳舞 阿姨 他很喜歡我們 鼎姐妹 我們很快進入一個新的一年 新的季節 我今天很奇妙 提到一個題目叫做 《轉向天父得著父愛》 八個港度七個神職 訊息 今天是最後一個神職 即是第七個神職 剛好安排在今天去分享 我也覺得很有神 好像有些事情一樣 自己也很緊張 我們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在2018年裡 我會開始會有關於敬拜 的訊息會分享 但在最後一個新的季節裡 不知道大家進來這裡 有沒有發覺有些事情是不同了 在我的右邊 你們的左邊 有一個新的 應該叫做什麼 不是招牌 是Banner 大家讀一讀好嗎 與神 淑靈 福音 這個是我們很想寫下去的 一個我們的Banner 為什麼我們要寫下去呢 正如我們寫在我的左邊 信耶穌有永生 我們很想把我們所相信的 不停地提我們 我們要做出來 這個右邊 我的右邊 你的左邊這個位置 這個與神一對一 贖靈二人行 福音三對象 就是我們的信徒實踐 是嗎 拍到旁邊的人告訴他們 你實踐了沒有 在你們的右邊的一幅 看到一個很加勢的火箭嗎 這支火箭 不是中國最近研發的火箭 但是這支火箭的射程 是遠到永恆的 就是說你做這件事的時候 是飛到一生一世 要去到裝備 直到耶穌回來的 我們叫做四個方面的平衡發展 很希望弟兄姊妹 我們來到不單止聚會 我們不是要只是做會友 或者叫做信徒 有些教會說信徒 還要便宜一點 便宜信徒 那怕教會告訴你 我不便宜的 OK 耶穌呼召我們要做什麼圖 門圖 所以門圖需要成長 在成長裡面我們有四個向導 這四個向導就是明辨真理 融入生活 渴慕聖靈 齊心作供 在四個方面成長 我們有二十四課程 所以你未報的話 可以有很多選擇 在祖裏面 祖團報也行 報我們的課堂也行 但我們的課堂是課會友的 如果你不知道是什麼來 那你找我們的同工 或者找我們的家的家長 他們會告訴你們 OK 可以嗎 OK 謝謝主 給點掌聲設計 的弟兄姊妹 我不說她的名字了 免得在天家裡拿了她一點賞賜 好 我很想在今天開始講我的題目 我的題目是叫做 聖過死亡的記號 一起讀 聖過死亡的記號 最後一個記號 一個神跡 是講一個聖過死亡的記號 在我講分享之前 分享之前我很想做一個 諮詢 在我們當中裡 有沒有人信了主一年 即是起碼一年 即是最少一年的 最少一年 都有 好 第二個問題想問問大家 如果今天你離開這個世界 有把握上天堂 請你舉手 哇 立刻笑了 哎唷 Oh no 一起說 Oh 兄姐妹我們要幫你 知道我們的信仰不是只是說 而是我們真的相信 一起說真的相信 真的相信 我真的相信 今天我們的問題就是 我們知道但我們不是相信 我們知道但我們不相信 其實我們覺得我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感覺到附近教會是比 不能比的 我感覺到附近教會 是今天的回應 是我自己覺得比較多 我試過有一個教會 我問這個問題 只有一個人舉手 他的教會不是只有兩個會友 OK 超過兩個都不是少的 所以其實今天在當中裡面 勝過死亡的記號 對我們來說實在太重要 太重要了 在我們知道 在約翰福音 第七個神跡的裡面 這七個神跡 是記載著耶穌基督 怎樣來行神跡 當然約翰福音 我們一般估計 都相信是約翰他寫的 他的紀錄 而約翰所紀錄的 他的聖經 他那些紀錄的 不像我們今天這樣說 將聖經去拆開研究 有些人說 你要善向 又要怎樣去到 重申 又說中間讀起 又怎樣去到看 但約翰他有一個向導 他就是 以兒子的關係的向導 去透過愛耶穌基督 恢復兒女的身份 兒子 兒子和仆人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現在今天是2017年 最大的分別就是兒子和仆人 仆人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通常在2017年年尾都會問 你今年年頭有沒有設定目標 大家都說當然說 有的 設定了之後走了多久 有些可能走了三個月就走不到 有些半年 有些七個月 所以去到年尾的時候 多數做的祈禱 都是悔改討告的 是嗎 主啊 我做得不好 其實天父要你讓你做他的兒女 他不是因為你做不到 而是因為你相信他的時候 他就讓你權力作成的兒女 是嗎 勞博和兒女有什麼不同呢 勞博就是博人 或者這麼說 博人和兒女有最大的分別就是 博人做不到事就怎樣 購人工 佛 或者 地道的叫做 照 費 你們也認識吧 不用翻譯 這裏的意思 這七個神跡是一個記號 記號是一種徵兆 記號就好像我們看路牌 一個一個路牌就會指示到我們 我們應該去的地方 看路牌很重要的 我們昨晚去了一個地方去喝 在這個地方喝 我從來這麼大的兒子 沒有試過在碼頭上面喝 喝喝一下 突然整個餐廳會動的 前後會動 雖然牧師看著我 你覺不覺得會動 我說 是會動 為什麼會動 我們是不是要走呢 會倒呢 原來不是 它是碼頭會動的 我記得在那裏裡面 我就問那個士兵 我想去洗手間 就很小心看路牌 那個士兵跟我說 你現在轉右再轉左 再轉右再轉左 再轉左 再轉左 見到一個路牌叫做toilet 跟著再轉右 你就會見到廁所 我就轉右再轉左 再轉左 見到一個冷行 再轉左的時候 我真的見到廁所的牌 寫著女廁 你讓你進去 你女生當然進去 我男生 我看到的時候 怎樣呢 原來 男廁在女廁的對面 是看不到路牌 我很小心翼翼 不要讓人誤會 我是一個 好像他看東西的一個人 看到原來才知道 那個藍廁在女廁對面 為什麼我會知道 那個是藍廁 因為有個牌寫著藍廁 所以今天 原來記號這個標示 是講了一種指示 我們看到這個牌的時候 是告訴我們 其實是導向我們人生裡面 或者我們一些很需要關注的裡面 有一些的指示 有一些的指引 所以是否重要呢 重要的 而第七個神跡的記號 是一個對生和死 永恆有絕對的把握的記號 我剛才有個姐妹出來分享 她在說人欲 是嗎 不要留意過程 但很無奈 包括我自己也是 我最留意的就是什麼呢 過程 將來見不到 不要緊 最緊要是什麼呢 過程 她說 她說在當中裡面 世界上很多的宗教 有很好的道理和人生哲學 但面對人生的終極 永遠的審判 除非對永恆生命的掌握 有絕對的把握 否則面對的人 將來仍然是絕望 恐懼和沒有希望 人生面對終結的時候 當你面對終結的時候 你會想怎樣呢 如果當你知道自己好像耶穌 只有三年半的時間 不知道你會怎樣呢 你會怎樣用那三年半 但是當人生面對一些終結的時候 很多人 得不到這個永恆的生命 這個得性死亡的記號 她絕望、恐懼和沒有希望 所以今天我很想透過這個訊息 我們來求神幫助我們 去明白祂自己的美意 Amen 我們一起祈禱 天父我們多謝祢 多謝祢愛我們 挑選我們 本來我們住在黑暗裏面 沒有指望 甚至我們一直在犯罪 他仍然做一些你不起穴的事情 但你竟然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犧牲 你的愛今天顯明在我們生命裏面 你為了救我們 你叫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你為了來救贖我們的生命 恢復我們的兒女的關係 讓我們能夠認識那位永恆 得性生命的那位主 主要我們感謝讚美你 祝福今天的訊息 使我們每一個人聽到的 包括我自己 無論說的、聽的 都來得更加明白你的心意 我今天祈禱奉耶穌的名 Amen 好 大家有沒有自己的聖經 請大家打開你的聖經 約翰福音第十一章 一到四十七節 我今天很想透過這一到四十七節 跟大家去看耶穌基督神跡的故事 為什麼我要你們看呢 因為我稍後會用一個叫做信望愛的原文譯本 去跟大家讀 它是從希臘文直譯的一個版本 有什麼不同呢 不是說不同的問題 而是那個 我們一般看中文聖經 我們會明白理解這個故事 但是它本身原文的希臘文 它會更加仔細去形容當時的狀況 約翰所寫的東西 甚至我看的時候很有趣 描繪到我們主的心情 是很到位的 所以 在那個當中裡面 我很想大家按著你的聖經 我就一路讀我的聖經 行不行 大家打開了嗎 約翰福音第十一章 第一到四十七節 請聽我讀 你是跟著我 按你的和合本聖經 或者和修本 或者新約本 而有一個人生病 來自拍大利的拉薩路 而馬利亞使用香膏沒煮 又擦乾他的腳的 他的兄弟拉薩路正在生病 於是姐妹們就打發人 到他那裡 說 主啊 看啊 你愛的人正在生病 而耶穌既聽見 就說 這病不至於死 乃是為了上帝的榮耀 叫上帝的兒子 藉著他被尊榮 而耶穌素來愛馬大和他妹妹 並拉薩路 於是當他聽見他生病了 那時他反而停留在那 他住的地方兩天 然後再者之後 他對門徒說 我們再往由大去吧 門徒們對他說 拉比 現在猶太人想要用石頭打你 你要再去那裡嗎 耶穌回答說 不是有十二個小時在白天嗎 若有人在白天走路就不跌倒 因為他看見這世上的光 而若是有人在黑夜裡走 他必跌倒 因為沒有光在他裡面 他說了這些 之後就對他們說 我們的朋友拉薩路睡了 但是我去叫醒他 於是門徒對他說 主啊 他若睡了就必好了 而耶穌談論有關於他死亡 他們卻以為他談論有關於睡眠 於是 那時耶穌就公開坦白地告訴他們 拉薩路死了 並且我為你們的緣故歡喜 好叫你們可以相信 因為我沒有在那裡 而我們去他那裡吧 於是多瑪對門徒同叛說 我們也去以至我們和他一起死吧 於是耶穌來了之後 就發現拉薩路已經死了在墳墓裡 四天 而八大利輪近耶路撒冷約有十五里 而由大人之中 許多人已來到馬大和馬利亞那裡 為要安慰他們關於弟兄 於是馬大當他聽見耶穌來 就去迎接他 而馬利亞卻在家裡助著 於是馬大對耶穌說 主啊你若在這裡 我兄弟就不死 甚至現在我也知道 無論你向上帝求什麼 上帝也將賜給你 耶穌對他說 你的兄弟將復活 馬大對他說 我知道他將復活 在末日的復活中 耶穌對他說 我就是復活和生命 甚至信我的人 若死了將要復活 並且所有活著且相信我的人 絕對不死到永遠 你信這個嗎 他對他說 的確是 主啊 我已相信你是基督上帝的兒子 那來到世界的 說了這話後 他就回去暗中 叫回馬利亞的姊妹說 老師來了他叫你 而當那人聽見他 立刻起來 那裡 耶穌還沒有進村子 仍在那地方 於是 猶太人 見馬利亞 立刻起來去 他們就跟著他 以為他回去墳墓 為要在那裡哀哭 於是 當馬利亞來到耶穌的那裡 看見他就趴倒在他的腳前 對他說 主啊 你若在這裡 我的兄弟就不會死 於是當耶穌看見他哭 並他同來猶太人們哭 他靈裡深受感動 就使自己困擾不安 他就說 何處你們放置他 他們對他說 主請來看 耶穌哭了 於是 不知得甚者人不死嗎 於是 耶穌又在自己 深受感動 來到墳前 而他試過動月 且有一塊石頭 壓在他上面 耶穌說 你們把石頭提走 死者妹妹馬大對他說 主啊 他現在已經發臭 因為是四天了 耶穌對他說 我不是對你說 若你相信 你必看見上帝的榮耀嗎 於是他提走石頭 而耶穌提高眼睛向上 且說 父啊我感謝你 因為你聽見了我 而我已經知道你總是聽我 但因為周圍站著的群眾 我說 使得他們相信你猜獻我了我 且他說這話 之後 就大聲喊叫 拉薩奴 來到這女 死者就出來 手和腳被捆著布條 且他的念已被纏著面根 耶穌對他們說 開他 且讓他去 解開他 且讓他去 於是猶太人中有許多人 就信了他 但其中有些法利賽人 那女 且告訴他們耶穌所做的事 於是祭司長們和法利賽人召集公會 且說 我們怎麼辦呢 因為這人行了許多神職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跟不跟到 是不是有些細節很特別 講到兩次耶穌深受感動 我看來是很感動 原來有事發生的時候 我們的主是會感動的 祂不是一個無動於中的神 祂是有感動的 Amen Hallelujah 三個裡面我看到的 第一個就是顯出父神的榮耀 在這個得性死亡的記號裡面 有一個目的 這個目的就是什麼呢 顯出父神的榮耀 請問這個目的是什麼 顯出父神的榮耀 這個目的是什麼 顯出父神的榮耀 有沒有人想在你生命裡面 見到顯出父神的榮耀 請舉手 我相信在當中的裡面 當時候 每一個人都期待著神的榮耀 是不是 尤其是當家人有事的時候 我們都很想見到神的榮耀 還要最好 立刻在這裡 是不是 好像我們剛才唱的歌 新的異仗 新的方向 最重要是新 還有最重要是什麼 快 我們看看 在這七個神跡裡面 其實大部分都告訴我們 不僅說顯出神的榮耀 而且兒子要受到尊榮 無論第一個神跡 第二個神跡 第一個神跡 他說顯出祂的榮耀來 祂的門徒就信祂了 原來門徒信祂是因為耶穌 顯出神的什麼 榮耀 不是說 做一些事情 令到證明給你看 我是不是真的真的 不是 原來祂見到這個時候 祂見到很多神跡歧視 其實祂經歷到的是什麼 神的榮耀 第二個神跡 就是叫人們尊敬子 如同尊敬父一樣 我們一起讀 約翰福音五章四十四節 你們 你們互相受榮耀 卻不求從獨一之神來的榮耀 怎能信我呢 28節 你們不要把這事看作稀奇 時候要到 凡在墳墓裡的 都要聽見他的聲音 就出來 這裏告訴我們 第二個神跡 在當時的裡面 耶穌提醒他們 你們互相受榮耀 卻不求從獨一之神來的榮耀 原來我們可以在事奉裡面 互相享受榮耀 而未必一定是為了求神的榮耀 都挺恐怖 不過這不是我想提 我想提的就是 在這裏 神透過耶穌彰顯的 很想我們留意的 在神跡的裏面 就是留意 神如何透過耶穌基督 去榮耀他自己 去尊榮他的兒子 不過特別 在第五章二十八節 他已經提示到第十一章的拉撒路 他復活的事 他說 你們不要把這事看作稀奇 時候將到 犯在什麼 墳墓裡 都要聽見他的聲音 就出來 原來耶穌已經做出了他的暗示 為了顯出他的榮耀 第三神跡 耶穌對他說 如果不看見神跡的事 你們總是不信 那大神說 先生求你趁著我孩子還沒有死下去 耶穌對他說 回去吧 你的兒子活了 因為這樣 這個大神 他經歷到復活的 我們的主 將他的榮耀 救了大神的兒子 那個孩子 第四個神跡 有很多人來看見 他的病身上所行的神跡 就跟隨他 眾人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跡 他就說 這個是真的要來到世上的先知 第四個神跡裡面 被人發現到 他真的是從神來的 他真的在當中的裡面 是從神來的 你怎樣去到 我記得昨天阿健有一個很好的比喻 叮噹 大家昨天有沒有來那個浸禮 有嗎 阿健傳道說的叮噹 我這樣他也想到 這樣他也想到說什麼 是說到叮噹會滿足大紅很多心願 是嗎 他說叮噹有八百多集 但是那八百多集之後 大紅一點成長都沒有 有問題就找誰 你想不想做大紅 我不是大紅 我不是大紅 在當中的裡面 他們看到很多神跡跟隨耶穌 他們認定耶穌就是那個先知 第五和第六個神跡 他看到耶穌走在水面 他就信神所猜來的就是 耶穌說 你信神所猜來的就是做神的功 耶穌就彰顯在他自己那種 真是超然的一個神聖 去到尊榮子 在這些神跡歧視裡面 而第六個神跡 耶穌回答說 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的作為 或者我們叫做榮耀 趁著百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功 黑夜將道就沒什麼能做 最後一個神跡 耶穌在約翰福音十一章第四節一起讀好嗎 耶穌聽見後卻說 這並不止於死 而是為了神的榮耀 為了使神的兒子 值此得榮耀 嘩 我們聽到那麼多個使道神得榮耀 照計拉撒路應該很有盼望 是嗎 請問是嗎 是 他病的時候去找耶穌 雖然他是叫人去找耶穌 照他拉撒路應該很有盼望 是嗎 神他將以他的榮耀 他也有醫治的大能 是勝過死亡 得勝死亡的神 應該很有盼望 是嗎 第二點 顯出父神美以同計劃 很特別的一個狀況 特別在第五節 我們一起讀一讀好嗎 黃色那裡 一二三 而耶穌素來愛馬大和他妹妹 並拉撒路 在這個美意和心意裡面特別 在這個聖經裡面提到一件事就是 耶穌素來愛馬大和他的妹妹 馬尼亞和拉撒路 在這個中間裡他們出自在柏大利 柏大利的意思是什麼呢 一個悲慘之家 其實我們今天相信 在這個悲慘的處境裡面 能夠有主他愛他們 甚至這一句說話 不是馬大 不是馬利 又不是拉撒路寫 更加不是耶穌寫 是誰寫 約翰寫 即是約翰見到一個狀況 耶穌很愛這個家庭 耶穌非常愛這個家庭 天父在這件事上 有一個美意和想法顯然易見約 即是見得到的 即是如果今天你見得到 有些人 即是這樣說 趁不在 我有兩個女兒 是真的 我發覺 媽媽對兩個人的愛法是不一樣的 比重對我來看是不一樣 對她來看是一樣的 我發覺是很有趣的 你愛一個人 你會見到她 是不是 你會提起她 你會留意她 是不是 我記得有一次三牧師說到 他說 有時候你愛一個人 你認得一個人 即是 你一聽她的聲音 或者你的心是 飆了去她那裡 他說有一次 BangBang在家裡 我不知道她多小 可能很小 突然間哭 接著她的爸爸 無論在做甚麼 立刻飛身出去救她的兒子 你好 他立刻飛身出去救她的兒子 其實 三牧師說 他分辨到究竟她的聲音是甚麼 當時的狀況 其實如果你看耶穌這麼愛這個人的時候 這麼愛這家人的時候 他們的呼求 是不是應該 耶穌立刻聽 按理系的 耶穌我這麼愛你 應該立刻聽 而且我們讀過聖經 裡面包括是 用香膏抹耶穌 用頭髮擦光的馬里亞 為甚麼應該更加會聽 而且耶穌那份的愛 是愛到甚麼呢 這個三姐妹所愛 留意聖經裡面說的愛 是用素來 原文 它有一個叫做 阿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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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當中裡面 是說到一種 我們叫做 那個希臘人叫直術 即是直接跟他講 而且是 直接是第三身 他 在那個是個別 即是說 他在跟一家人講 但個個是獨立愛的 都是這麼愛的 都是這麼偉身的 而且他用的色 叫做不完成色 即是說不會完的 意思是甚麼呢 用我們的形容詞 是形容不了的 即是 如果我現在和大家說 大家的兄姐妹 好嗎 糟了 我會形 如果我和大家說 我愛你 你想想 只有一兩個 收到嘩 那個嘩 也不知道是甚麼意思 但耶穌當時說 我愛這家人 但是他用的字 是每一個刀漢蟲 而且每一個都用一個 不完成色地愛 即是永無緣 愛你不緣 拍到旁邊的人告訴你 耶穌愛你不緣 所以他這裡用素來 即是說 他一向都這麼愛你 他一向都這麼看重你 兄姐妹 你知道有時候 我們面對艱難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覺得 耶穌不愛我 他離我很遠 但是這裡告訴我們 他們面對艱難的時候 約翰寫 耶穌素來 愛馬大 也就是 妹子 和拉撒路 阿吉伯 他每個 都用一種持續不斷的愛 去愛每一個人 Hallelujah 這麼愛的人 如果給你 你會怎樣 可以第一時間去救他 像山牧師一樣 無論在做甚麼 我不知道他當時在做甚麼 不知道大事還是小事 可以可以去救他 但是耶穌做甚麼 耶穌的反應是 第六節 於是當他聽見他生病了 那時他反而停留在他住的地方 做甚麼 兩天 即是當日人告訴他 你所愛的人 他病了 病到要死了 耶穌第一件事 回答甚麼 這樣嗎 再多住兩天 喂 你不是很愛他嗎 你不是很愛他嗎 即是有天 你來找我 龍山牧師 牧師 牧師 快點來看我們家人 他這樣這樣 他說是嗎 好 你等等我 我們先打個邊爐 你不會明白為甚麼 但當然 剛才我們說到 這件事為了彰顯 神的榮耀 彰顯 神的榮耀 彰顯神的榮耀 跟他的美意計劃有陣事 跟我們所想的未必是一樣 在那個當中的裏面 神要彰顯 他的愛 和他的榮耀 有時候 在當中的裏面 他停留了兩天 這個位置 是我們想不明白的 為甚麼你開頭又說愛我們 我們還是要不原成色 這麼愛 但突然之間我弟弟有事的時候 都是你所愛的 但你選擇留多兩天 我叫這些 如果我們要見到神的榮耀 有時候我叫這些 人算不如神算 一起說 人算不如神算 天父的計劃有時候 不等於觀眾的期望 有時候他的計劃 和你的期望 時間 未必是一樣 在這個事情裏面 第十一章 我們看到完全不一樣 有時候父神容許一些苦難 在我們的生命 說要叫成就他自己的美意 在個人和群體裏面 有時候神會容許一些事情 讓我們成就在我們生命裏面 在我們個人和群體 在我們現在說自由社的 叫做民主自由或者自由裏面 我們很多時候提及是個體 個人自由 但是你知道在神的角度 神的管治裏面 他不僅是個體 他看群體 he看一個角度 一個群體 有時在這個環境裏面 他在當中的那裏面 他未必會經常都留意 在個過程裏面 相反 他會因爲前面 他因爲前面的那一份 將會向見到的興趣 他輕看了中間的過程 有一节圣经是我这里没有的 我想大家打开 你的圣经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 我们既有者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绕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潜累我们的罪 全心忍耐 不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汗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我们很容易很想 上上看到的 是比较近的东西 最好现在就搞好 最好我站一趟 我又这么爱你 未来我还更生二十一 我连担意你都不担意你 我还只是喝水 这么吃 我祈求应该快一点 甚至 马里亚还将成年这么贵的香膏 去到打烂去高耶稣 那是不是应该我的祷告会快一点 但是原来在神的美意和计划里面 有时候的时间跟我们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的东西是看很远的 当你看到很远的将来的时候 不知道你怎么去看现在呢 但我发觉 我们很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 包括我自己 都是看现在多些 能不能说阿门 阿门 我们很希望 在现在里面 最好神 你拿开那些痛 最好在你的美意里面 不要那么痛 不要那么麻烦 最好在你的新的意象 新的盼望里面 你给我们这个新意象 最好立即抽离这个环境 你知不知道你知道 有时候神给我们的新的意象 新的方向 很多时候 那个环境是没有拿走的 仍然放你在那个环境 你越祷告 神啊这个老板这么坏 我祈祷你 一定是你的心意了 你要我转去第二个工作 使我脱离这个捆绑 我真是苦 谁能救我脱离这老板 神的新的工作 新的方向 有时候没有拿开环境 他们的祷告 他们找耶稣的时候 没有拿走的环境 仍然要面对同一样东西 痛不痛 痛 因为弟弟过了身 你知道那种痛吗 亲人过世压力指数是100 死得人的 什么是死得人呢 我们看语尔长片 阿爸死了 然后暈倒了 挫折药油都不醒 他真是一个亲人离世 是一个极大的伤痛和压力 你说神为什么不拿走这些困难 其实很多时候 神要成就他的美意 在个人和群体里面 我们要面对的 是在很多同一个处境里面的挣扎 很难 说个秘密给你们听 好吗 没说过 说完之后不是秘密 没在外面说过 今早说过 刚才师母提醒我 应该是2005年左右 当时教会 其实我很害怕 因为这包牧师是在 我今天说完 第一课说完之后 我不敢看着他 在2005年的时候 当时一帮掌老们 牧师们就跟我说 大埔堂德明牧师那里 他想专注在神学 在士乐神学院做院长 你去做大埔堂的传道 将来可能是唐主任 我心里想 你邀请我的 今次做不到 我可以独当一面 做些事 这个还不是神的心意 不是我找的 谁找的 他来叫我的 这个还不是神显出他的荣耀 于是 当时我负责 worship team 和巴拿巴区 这里有没有前巴拿巴区的人 先揮手 有了 我告诉你们 你会明白 放下worship team 我一跟他们说 我要去大埔堂 他说 去大埔堂 什么时候回来 他说不回来 我会调过去那边 我很近车程 半个小时车程 我不会离你很远 于是你在worship team 是这样告别 是这样吃饭 和收礼物 去到牧区更惨 因为牧区的姊妹 真的从小看大 去到跟他们说 很难说 首先俗家庭说 跟他们说 生哥要去大埔堂 流了很多眼泪 真的很艰难 就知道神有一个呼召在里面 又要放下 很艰难 一路这样吃饭 一路这样流眼泪 一路告别 持续了两年 收了很多礼物 去到我们差不多要计定的时候 已经计算了数要走 什么都放下了 然后最后见包牧师 包牧师说 走什么 你现在见到我在这里 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 你不能走 你留在这里 你要去服侍中国大陆 你也要去敬拜 之后 拜拜 拜拜 那怎样 现在怎样 我看着三牧师 怎样 得明牧师 怎样 为什么神在这个时间 搞这些东西 不是神的心意吗 不是成就吗 结果是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得搞 那我能做些什么 三牧师说 你想做些什么 很难受 很困难 你要明白 每一顿饭都流了眼泪 是告别 还有一些不是很送礼物的 都会送礼物给你 他们之后没有拿回 有些用了 但这个过程真的很难 弟兄姊妹 不过我现在再重看 我现在再重看 接着我2009年 就搞了第一次敬拜 就是未学校 到现在 我看到 不在我的计划 不在我的剧本里面 不过在神的美意 和神的剧本 现在留在这里也不差 对吗 你喜欢我留在这里 你怕手掌就对了 你也会有份的 真的 因为当我们愿意见到 神的美意的时候 很多时候 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想法里面 可不可以说亚门 我们说 开个无障碟 做电梯 已经有很多 很多 压力 现在 感谢主 开了第一道 这个无障碍的设施的门 可以让我们开了 接着真正的功课才来 因为 连着那边的装修 连着这里的装修 那个数字 两个字 是离地的 但我感谢神 以往我一个面对 现在你们个个都有份 Amen 你也有份建立这个地方 Amen 帕家旗 我告诉你 你也有份的 耶稣的反应 令人很费解 为什么他这么反应 反而在当中 在里面 多留两天 更加厉害的就是这里 他说 一起读好吗 然后 然后在这之后 他对门徒门说 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门徒门 对他说 拉比 现在犹太人 想要拿石头打你 你要再去那里吗 鼎智媚为了你 更加深刻明白 这个圣经 我做一个比喻 就好像今天 我们大家等待着 我们教会的牧者带领 接着三牧师起来 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怎么走 突然间我们发现 在正门里面 有一帮人拿着石头 见一个就扔一个 而这边走火通道 就是 没有人拿石头的 然后三牧师号令我们五百多人 一起 我们向着这道门出去 全部有石头等着你的 想不明白 更加想不明白 耶稣反而在这个状况里面 明知山有苦 偏向苦山行 这么难 刚才已经难了 他死了 你又停两天 接着还说要去哪里 又大了 那里有人找石头扔你 但是你知不知道 他这样跟门徒说 你猜门徒有没有份 他不是只扔耶稣 你猜他没有份 你猜你没有份 我推一下教会 告诉你 你猜你没有份 你要见到神的荣耀 你有份 在教会的建立里面 是不容易的 不过你有份 明知山有苦 偏向苦山行 我记得有幸 从包牧师跟他去大别山 一个地方 他跟我说了一个故事 是我觉得 如果那个人反过来的 那个人是我 我就未必会这样 他说有一年应该在山东 我没记错 山东 当时他们在这里 聚会的时候 突然之间有人来 有人来捉他们 有人来特意要捉包牧师 你知道他很容易认的 因为他是外国人 农村全部都是中国人 于是他们来捉他的时候 那些人就藏了包牧师 藏在哪里呢 就是在他们的地上 挖了一个洞 用来摆米、粮仓 他们有石 就像我们看雨场片 在地上 突然间一块砖会脱出来 捐进去 盖下去 不觉得有门 你觉得有什么 包牧师 有一个传道人 就跟他在下面 接着 那帮捉他的人 就来问 包得灵在哪里 接着他说 不要来 接着 上面的传道人 不停被这帮人打 我很记得 包牧师说 当时他说 他说我跟那个传道人 说 我说 你让我上去 我上去 我不要我的弟兄姊妹被人打 他们听到的 重不重手 有没有试过听到被人打 啵啵啵 就是听到的 包牧师说 我要上去 我不要 接着那个传道人这样说 他说包牧师 也许是我们 我们能够这样为耶稣受苦 是我们的荣幸 哇 我听到 即是我们今天 稍微没有一些冷气 或者冷一些 或者热一些 都这么多话说 但是 我说我而已 但是你明不明白 我问 包牧师 那你还去不去 去 明知山有苦 偏向苦山行 弟兄姊妹 如果当神的美要成就在你里面 有时仿佛 我们在信仰的历程里面 被我们看到的 一般的 去传 或者去传说 信主好 今天比昨天好 明天比今天好 一般都是这么说的 我都说过 但是为什么在这里 是这么坏的呢 神的心意 不是要我们经历 越来越容易的吗 或者越来越好 现在相反是 越来越难 挑战越来越大 甚至看来是绝望的 刚才我们看 伯大尼是一个 这个叫悲惨之城 我已经够惨了 你应该要来救我嘛 耶稣 谁知他从 来到耶路撒冷 去到犹大 远离我 我越来越来越远 拉撒路死定了 无约可救 耶稣就跟门徒说 他说呢 就跟他说 他说我的朋友 拉撒路碎了 但是呢 我去叫醒他 门徒就跟他说 主啊 如果他 如果是碎了 就好了 耶稣就公开坦白告诉你 拉撒路死了 死了 原来耶稣等了那么久 等什么呢 等了他死 所以耶稣要你等那么久 不是 是要你 有时候要在他的时间 和尾意里面 他有他的尾意在里面 人看起来死了 你还记得 当耶稣叫他 滚开坟墓的时候 马大说什么 夫子 人都死了四天 都发臭 他一般相信一个人 如果他死了三天 他可以有机会复活 比率大一点 四天 过了期 不行了 没有效 但是你想想 耶稣说可以 他说什么 不行 不过 耶稣等着这个时间 为了要成就他自己的美意 我们一起看看这里 好吗 都是不行的 对 这里 我们知道 这个八大尼就是这个位 耶路撒冷这里 犹大尼在这里 刚才那里说到 如果你看和本圣经 他会写着六里 其实这里 由八大尼到耶路撒冷 如果根据 穗墓外的地图 就大概5.9km 如果是 耶路撒冷 去到这个犹大 大概是7.4km 如果加起来 大概差不多14km 所以其实 耶稣 他们求耶稣 谁知道耶稣如何 越走越远 真是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在这个状况里面 马大和马尼亚的反应是什么呢 于是 当耶稣 他再一次回来的时候 马大 就听见耶稣来的时候 就去迎接他 马尼亚 却在家里坐着 我们知道 马尼亚是很期待耶稣的 很爱耶稣的 甚至在耶稣 说道的时候 他会坐在耶稣的身旁 去听 他说道 拿这个上好福分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 当他知道耶稣来的时候 姐姐就扑了出去 最爱耶稣 而他留在家里呢 我相信 因为时间 和计划都不按马尼亚 和马大所期望 于是马尼亚 就是什么呢 你来吗 现在才来吗 叫你不来 现在才来 我相信在当中的里面 为什么他不出去呢 因为不是按照他的心意 最后一点 显出父神儿子 有胜过死亡的权柄 不单是显出神的荣耀 显出神的美意和计划 要显出神儿子 有胜过死亡的权柄 復活的确定 耶稣就对他说 跟马大说 你的弟兄将復活 马大就对他说 我知道他将復活在末后的 復活中 其实有些人说 马大当时就乱说 其实一点都不是乱说 他是知道在末日里面 以色列人一定会復活 不过他相信不到 现在就会復活 按他的经验 按他的理解 按他自己的神学 是 将来的 现在不会的 将来的 马大知道末后的永生 但是在当中的里面 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一同復活 但是 其实 在这个復活的事情 主在路途里面 一直都提示给那些门徒 以及 认识他的人 正如刚才我们读 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节 我们再读 好吗 你们 你们不要把这事 看作稀奇 时候要到 凡在坟墓里的 都要听见他的声音 就出来 凡在坟墓里面 都要听见他的声音 就出来 耶稣他不会反口 耶稣他不会不保住 不过按有他的时间 和尾意 不过相反 有时候我觉得 拉撒路 他的復活是重要的 但是 耶稣透过这件事 是不是只是说 一个人 关心一个人 是否復活呢 我很相信 耶稣透过这个 或者约翰要写 耶稣在第七个神迹里面 有一个标识很重要 他是 拿着一个性的死亡 一个约翠的主 而且 他是一个有情的父 马尼亚 马大跟着回去 跟他的妹妹说 她说 夫子来了 他叫你 于是马尼亚 就立刻去到耶稣那里 看见他 就趴在他的脚前 跟他说 主啊 你若在者女 我兄弟就不会死 圣经在这道文字上面 没有语气 但是呢 如果给你 你会按些语气 如果他真的 很生气 很生气 耶稣的时候 这句说话 生气的说 跟很平常说 是不一样的 你都不按照我时间来 主啊 如果你早在这里 我的弟兄就不会死 于是 耶稣看见他哭 并且看到他同利的犹大人哭 他的灵里面深受感动 就使得自己困扰 意思是困恼不安 耶稣哭了 耶稣 他是一个有情的父神 虽然他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去完成 但是他是爱我们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看到我们有时要走的路 是我们自己要面对 虽然他没有挪开这些艰难 但是他体会到我们的需要 他体会到我们那种困难的 他心痛感受的 在这里讲使自己困扰 原文里面是讲到一种 这个就是和 这个不懂用了 算了 上去 和 在他自己的里面 他心受困扰 他看到这种情况 触动到他在他生命的里面 在他心底深处的那种难过 这个时候是描述耶稣当时的感受 如果主耶稣是显阳父的 即是父神对他自己的感受 都是这样表达 这里是讲什么呢 他不只是同理心那么简单 他真的是知道我们的困难 但是又要你在一个经过里面 要你在一个计划美意里面 你一定要经过 那你怎么样 我举个例子 我的大女清清 当他出生是很不容易 因为医生说我们不育 和Essa施摩 当他出生的时候 我看到 哇 很可爱 他一出生 我是在医院那里 应该叫什么 看着他出生 叫什么 陪产 陪产 我没有粉丝 但是他一出来 我清清 他出了眼睛 大眼睛看着我 哇 第一个眼神 很深刻 很深刻 但是当他所有的事 我都很想为他做到最好 但是当拿着针卡 他去腹诊要打针那一刻 当时我带他去 姑娘要我 小朋友的宝宝打针 不是打屁股的 是打大腿 我要按住他大腿 接着我说 姑娘真的要打 一定要打的 不打可以吗 他说不打不行 打到我那里可以吗 他说不行 你明白吗 当我看这件事 我想起这件事 我宁愿打针的 是打到我那里 接着我说不行 打到你那里 过不了他那里 于是说我按住 他们两个大腿 我这样 好像打到我那里 他哭得很紧 我心超痛 父神是一个有情的父神 但是这个时候 他又要在我们的场景里面 我们要经过那些 困难的时间 成长 他想挣扎的时间 但是他看起来是 很遥远的永恒里面 他在我们生命里面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和计划 他的成就 Amen 不等于他不明白你的生情 总结 这个是第七个的神迹记号 是一个对人生死 和永恒有绝对把握的记号 世上很多宗教 可以有好的道理 人生哲学 但是面对人的终极永远审判 除非永恒的生命掌权 有绝对的把握 否则面对人将来 都仍然是绝望 恐惧 和没有希望 七个神迹的记号 是父神的儿子 父神的大能的记号 唯要叫我们得着永恒的生命关系 我们中国人最怕是说死 我们面对死亡 很多时候不想提 亦都不敢提 我们在殡仪馆里面做安息礼拜 很多人坐车来 都不会说殡仪馆 他会跟的士司机说 世界大酒店 他们会开车送他去 世界殡仪馆 我们面对死亡 很多人很害怕 很胆怯 我们不想提死 我们最好就算信了耶稣 在那个永生的生命里面 最好 减轻我的痛苦 将来的事将来才算 原来神留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 永恒才是我们最终最美的家乡 在那里再没有痛苦 再没有死亡 拉撒路今天 今天复活了 复活了吗 如果耶稣只是说拉撒路 拉撒路现在在哪里 都死了 一早就死了 复活了 他会再死 但是耶稣回来的时候 他为我们预留了一个永活的生命 Amen 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人经历了 真的死过翻生的 好像死人復活的神迹 同样也在当中里面 离世回天家 但无论两者 我都献上感恩 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才明白死亡 是因为我们不明白 我们的理性不明白 但是耶稣是那个掌管生命的神 所以弟兄姊妹 我鼓励 在我们当中里面 特别是我们五十后 走人生下半场 上半场找到多少 就找到了 找不到都是这样 人生下半场 可否我们为生命拼搏 如果你明白耶稣所死而复活 所得性的那种死亡的约事 为了要把人和父神的那种关系收复的时候 神不想叫人去死亡 祂想见到人在永恒的家里面 来得享福乐 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明年我们是一个全因为利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很相信 我们很相信福音 是神的大能 要拯救一切相信 最后我们刚刚有些姊妹 大姐 讲见证很感动 昨天她受证 她三个小孩离了 全家都信了耶稣 Hallelujah 拯救一切相信 拯救一切相信 在美国的一间教会 她又没有什么好系统 又没有什么小组化 更加没有两族四项 又没有四个W 很复兴 为什么 因为他们全家教会都相信 一个人 如果死了没有耶稣 她会落地狱 地狱不是为了她的 是为了魔鬼的 天堂才是为了我们 是为了人 他们单单地相信 以至到他们每个礼拜 每天见到一些未信的人 都会跟他们传福音 为什么 因为他们相信 现在的不等于完全不重要 但是将来更重要 Amen 基督是对生命和死亡有绝对的权并和把握 今天哪一个宗教对死亡有把握呢 跟随主的门徒 欠香高的玛尼亚 拼搏侍奉主的玛大 他们的眼睛都是只能看到 奈斯尔路这件事 在近处里面 在今生里面的事情 对生命没有把握 甚至耶稣一次又一次提他们 他会复活 他听不到 他听不到 弟兄姊妹 你如果想见到神的荣耀的时候 好不好放下你自己的想法 去听一下神 去留意一下 神的荣耀在你的生命里面 在你周遭里面发生呢 今天你对未来有没有永生的把握呢 在以前里面 有两个很伟大的人物 一个就是耶稣 在33年的侍奉里面 在这三年半里面 来到影响到今天二千多年 同样有一个33岁的哥哥 叫做阿力山大 他打遍天下无敌手 拥有很大的版图 都是他的大帝的手下 但是当他面临死亡的时候 他想花点钱花点势力 想换长一点的生命 他找不到 他开始发现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生命 于是他说 我要在棺材里面 转两个洞 伸出两只手 他说给全世界人 我来 没有什么可以带来 我走 也没有什么可以带走 弟兄姐妹 我们是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经历主的大能 我们一起起立 不知道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人是未认识耶稣 我很想为你祈祷 带你做一个决志 祈祷祷告 接受耶稣在你生命里面 今天神显阳给你看 看见一个新的事情的时候 要用一个新的眼光 去看回你现在的场景 祂会给你得胜的大能 第三 在当中里面 如果你是一直没有一个永生的把握 今天你要重新立志 去跟随基督 将你的眼光定正在永恒里面 当我们待会去唱那首歌的时候 我欢迎你 有位 有两位出来 给她们一些掌声 Curry就会带她们祈祷 不知道当中里面 如果你有恐惧对死亡 对生命里面 我也很想为你祈祷 你可以来到前面 待会我们用一首歌 我们去 来到赞美 去歌颂主 祂就是那位 拿着那个 胜过死亡的 那个的记号 那个的约事 Amen Amen 给大声掌声我们的主先好吗 哈利路亚 耶稣他活着 他已战胜死亡 但奋梦不能胜过他 耶稣永远活着 哈活着 哈活着 他是阿拉伯 阿拉伯 他这一位 德国 他和费 他和费 罪之外 我和费 要承受 。 一位 都利用 他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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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再来 他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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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生死亡那分母不能胜祸大 耶稣永远活着 他活着 他活着 他是阿拉伯和梅架 受善于末后 他破碎罪惑周作 我满意得与全自由 他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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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姊妹 当我们再唱的时候 我们很感恩 就有人出来 阿拉伯老爷 给掌声主 我想当我们再唱的时候 经历过復活主的大能的人 或者在当中你愿意接受 神给你的那种永生的生命 福福的盼望 我们一起去赞美我们的主 好吗 我们在神的面前 去欢喜快乐 去到歌唱我们的主 好吗 特别我想欢迎你 你可以来到前面 我们一起 有一个短的时间 我们一起去赞美 好吗 来吧 Hallelujah 耶稣阿活着 他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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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阿拉伯和妹家 受善于门口 他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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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阿拉伯和妹家 他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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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们跟他活着 我最大赞争相对 我们的主 必须ären 是德星死亡的神 是满一永维耀的主 是我们的天父 在我们生命里面 祂带着一个美意 和计划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 祂要叫我们不自便亡反得永生 给他几个掌声好不好 祂最大的欢呼好不好 是女人 你知不知道神的福的大力 真的在我们里面 Amen 不单止我们之前听到基哥的见证 刚好多的圣诞节的聚会 差不多每一个餐馆 我都有去运了 所以吃到肥了 但特别去到同行祖的餐馆 我很感动 七年前 我们的圣诞餐馆 只有五六个人 而且有一半数可能还在高兴 真的高兴 很高兴的圣诞节 但刚刚过去 神恢复他们 他们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 很多带着BB 很多出来工作 很多戒了烟 戒了毒品 甚至帮回 同行回 那帮弟兄 我们参加六七十人 哇 是福福的大能 在我们生命里面 鼎字幕 我觉得上帝不满足 祂想我们在我们不同界别的里面 不要只想着自己今世 可以在你的界别里面 想着 其实这个社会有很多有需要的人 他需要我们 明知山有苦 牵向苦山 他需要我们 进入一些群体的里面 我们真的做 我们不是真的说 是真的做 一起说真的做 今天这个世界 很多人说 写书 很多人写 写到会飞的 也有很多会飞 有多少人做 耶稣说 要做 凡我所吩咐你的 都要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尚与你们同在 Amen 明年我们踏入全恩为你 弟兄姊妹 你的家人 你不做 没有人做 你的同事 没有人做 你不做 没有人做 你又想着离开他 为什么离开不了 你还没做事 你的朋友 你去到身处的地方 我们没有一个人去到 只有你去到 但你就会在那里面 成就上帝的美意和计划 是吗 所以我们第二堂来到这里 我们散去的时候 找两三个鼓励他 好吗 我们一起努力 今晚我们一起回来祈祷 OK 祝福大家